我們要來介紹以網狀編織法編織的一條手墊 首先我們要準備12林日本小豬 以及珍珠還有四米的角珠 我們先取珠寶編織線210公分 加一顆12林日本小豬之後 由下往上回穿12林日本小豬作為擋豬使用 這個擋豬的左側我們就把它留大概30公分左右 等一下要編織扣具使用 那我們以長的這一端來做編織 因為直角編織它就是 介紹一款以豬腳編織編織的手墊 首先我們需要準備有素材 有這個12林日本小豬 還有這個4米的角珠 以及6米的天然的珍珠 我們首先取一顆珠寶編織線 200公分左右 然後先加一顆12林日本小豬之後 由下往上回穿12林日本小豬作為擋豬使用 好 那這個擋豬的左手邊 我們留大概40公分左右 那我們現在要以長的這一端來做編織 那直角編織 我們今天設定它每一個編都是5顆珠子 所以我們每次要加20顆 因為有四個編 好 這裡有20顆珠子 那我們要回穿一個編 那第一顆是擋豬 注意到 所以一個編是5顆 所以我們要回穿5顆珠子 5顆 我們要用比較快速的方式來前進 所以這裡加了5顆珠子之後 我們直接加一顆 或者是我們把所有的珠子回穿一次 再多前進5顆珠子 這樣子會比較密 比較緊一點點 比較不會 因為是低的步驟 如果我們沒有做這樣子在回穿的動作 它會很容易鬆脫 所以我們就把它全部 所有的珠子都前進一次 這樣子已經繞一個圈圈了 一次 全部繞一圈 那就是這個地方開始 我們要來做直角編織 所以一個編是5顆珠子 那我們就再多前進5顆 加一顆6米的天然珍珠 好 那這裡 就 會變成 我們把擋珠放在左下角 那這邊我們要這樣子 把這顆6米的珍珠放在這個圈圈裡面 是這樣子 好 那這裡我們就要 隔著這裡5顆 第二個邊 下面的這個邊5顆 然後前進這個右側的這個邊 五顆珠子由下往上 那我們就讓這一顆珍珠 它是要放在這個裡面 來介紹以網狀編編編織的一條手鏈 那首先我們需要準備天然的珍珠 以及四密的角珠 還有十二零日本小珠 那我們首先先取珠寶編織線 210公分 然後加一顆十二零日本小珠之後 留下往上 尾穿 周圍擋珠使用 那尾端要留 40公分左右 這個擋珠的 左側 要留 那綁珠的右側就是針的地方 那我們要以長的這一端來做編織 那先加五顆的十二零日本小珠 再加一顆天然的珍珠 再加一顆天然的珍珠 再四顆的這個十二零 然後我們把所有的珠子都推到這個擋珠的前面 這個上面有五顆 在這個珍珠的上面有五顆十二零 那下面有四顆十二零 那我們現在握住這個四顆的部分 然後由下往上 擋珠再上 由下往上回穿第一顆 這上面的這一顆十二零 然後拉緊 它會形成一個三角形的形狀 那接下來 再加一顆珍珠 以及四顆的十二零 加一顆珍珠 四顆十二零 好 那這個部分 我們一定要把這個線抓緊 然後我們要 這擋珠還是在上 珍珠在下 由上往下回穿 珍珠右側的那一顆日本小珠 它會形成一個帶到三角形 第一個三角形 第一顆珍珠在下 那第二顆珍珠在上 好 接下來每一個步驟都一樣 都是加一顆珍珠 再加四顆十二零 所有動作都一樣 那都是反方向回穿珍珠 右側的那一顆十二零 最靠近珍珠的那一顆十二零 那每一個三角形都要讓它很完整的三角形 所以這個線一定都要拉好 就這樣子 好 那它就會變成一顆珍珠 再下 輪流 下上下上 繼續把它編完 我們已經編了三十顆的這個珍珠的部分 那在編完三十顆珍珠的時候 我們再接這個大珍珠把它換成是四密的角珠 但是在剛才我們在編制這個珍珠的部分 因為珍珠比較大 所以我們這個每一個編它事實上是五顆 那有一顆是公用 所以我們每次是加四顆 所以這前面的話珍珠這一段是加珍珠 然後四顆十二零日本小書 在前一段的一顆十二零 但是在四米角珠的時候 這裡是因為四米角珠比較小 所以我們要加一顆四米角珠 然後三顆的十二零日本小珠 再回穿前面的一顆十二零日本小珠 所以它基本上它一個邊是四顆 一個邊是四顆 四顆四顆 但是有一顆是共用 所以它每一次事實上是只有加三顆的十二零日本小珠 這裡我們一樣加一顆四米的角珠 然後三顆十二零三顆 在反方向前進這個青段的珍珠 大珠旁邊的一顆十二零 那一樣也是會形成三角形 只是它的邊變成是四顆的 技法完全一樣 所以在四米角珠的部分是加一顆角珠 三顆十二零 然後反方向前進 前一段的一顆十二零 就是大珠旁邊的一顆十二零 那一樣這個三角形都要把它整理出來 讓它很明顯 三顆十二零一顆十二零一顆四米角珠 前進一顆前一段的大珠旁邊的右側十二零 那這個三角形一定要把它像這樣子 有線沒有拉好都不可以 所以像這個地方 這是在前一段的這裡 那我們這裡拉這裡拉不到 那我們要先把這一條線拉住 再拉這一次加的四米角珠 它才會緊 好像這樣子就已經有扎實了 再把線固定到我們的食指後面去 這樣子它就不會鬆掉 如果我們沒有做這個動作的話 它線就會跑掉鬆掉 所以我們每一次編完一個步驟的時候 就把線繞到我們的食指後面 用中指把它固定住 它就不會跑掉 那一樣以這個方式 加一顆四米角珠 三顆十二零 回穿前一段的大珠旁邊的六側 十二零 以這個方式再繼續編織 像這樣子 這個四米角珠的部分 它其實可以增減次數來調整手鏈的長度 那最後我們要怎麼算這個長度 如果你的手圍是17的話 那我們要扣掉我們扣距的部分 大概是4公分左右 那我們算了一下 這個大概就這樣子 上下各三顆就可以了 那接下來要做這個 加入扣距的地方 我們先加三顆十二零 再一顆四米的角珠 再兩顆十二零 那穿過這個金屬面 因為經常有懸彈 那個磁扣容易收拖 那手面就不見了 做得那麼辛苦 所以我們加一個輔助鏈 所以再加三顆十二零 一顆四米角珠 兩顆十二零之後 穿過金屬鏈 再穿過透鏈 再穿過透鏈 加兩顆十二零 反方向回穿四米的角珠 一顆四米的角珠 再穿三顆十二零 那在這個地方要回到這個熟練的部分 那看一下我們的剛才起端 是從這個三角形的尖端部分 就是由這個下側 那我們現在要回到這個三角形的 這個右側的這個邊上面進來 它才會形成一個三角形 那接下來我們就可以再把這個 剛才的這一個部分 重複的做幾次 就是前進這個三顆十二零 角珠兩顆十二零 然後穿過這邊的金屬鏈 還有這個十二零 然後再回來 重複這樣子做幾次 那做個三次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它收到這個 織帶裡面 那收縣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直接 因為會回到這個位置來 我們先做回穿的動作 我們先做回穿的動作 好 那我們現在已經回穿了三次了 那我們要來做收縣的動作 收縣的時候 因為現在是從這個地方出來 那我們就前進這一顆角珠兩 然後再往上前進十二零 再往上前進十二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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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因為我們要做一個口字形的線線 不是紫線 所以我們要往右 這樣才會 這樣才會 就是這個三角形 把它做一個收縣的動作 剛才我們從這邊出來 那 我們現在就是這樣子做一個 鎖起來的一個口字的動作 好 這鎖一次的動作 然後繼續往前走 那我們剛才都往右手邊 那我們現在要往左側前進 那再鎖第二個口字 以這個方法 就這樣子 繞一圈一下 再前進這一顆 就這樣子 繞一圈 繞三圈 然後最後收縣的時候 不可以在這個 大豬的地方 要在這個小豬的中間 這個地方去繭線 對 所以 他會不會 走到 Totally 馬上 在这个小柱的中间这个地方去收线的工作 那另外这一端是起边端的这一端 我们要把那个挡珠拿掉 起边的本来的那一颗挡珠一定要拿掉 那拿掉之后呢 这里因为我们在后面那一边 我们是有接四密的角珠 所以这里我们一样加一颗四密的角珠 然后三颗十二零三颗 在反方向前进这个前一段的珍珠 大珠旁边的一颗十二零 那一样也是会形成三角形 只是它的边变成是四颗的 技法完全一样 好那这样子就完成了 好那给我们发现 就是在这个地方持扣的这个附近 我们给它加了一个辅助链 那就算我这个掉了 它还不会一不至于一只就脱落 所以这样就完成了我们的手链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